气温飙高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热到睡不着 开冷气又怕收到电费账单 但是这几年百科技所赐 业者投入研发纷纷推出去量感效果的床垫 像是有20多年老牌的床的百货 就引进日本专利技术台湾制造的量感沙床垫 可降低表层温度 让使用者有更舒适深层的睡眠品质 量感的产品会因为导热快然后热平衡的原理 所以在使用产品的时候也要搭配具有良意的环境 将身体的热量转移到量感的产品 在快速散发到空气中达到快速量感的感觉 大家来挑床垫的话 我觉得最直接的原因是直接来试它 直接去感受床垫的结构支撑力还有软硬度 还有它舒适层的包覆感 那功能性的话也是会依照床的表部不一样而有不同 那就是我们的售后服务的话 因为我们是直营门市 工厂生产床垫已经有40年了 那门市在地是近有20年 所以我们产品的保修保固都没有问题 市面上常见的量感产品主要分物理性和化学性两种 床的摆货透过物理性量感技术提高散热速度 民众可以再搭配循环扇或者电风扇辅助 就能让室内达到最佳温度一较到天亮 量感产品它是化学性的话它是将布料纤维泡在化学液体 让布料纤维去吸收量感分子达成量感的效果 但是它会很容易因为戳罗摩擦所以造成效果的减弱 那物理性是提高布料纤维的含水量 然后再透过纺织技术提高散热速度 所以它会比较有长期的效果 那我们床的摆货采用的是日本的专利技术量感杀 所以它的效果就会比较持久 现在大家都是会说冷气要开在26度 会比较环保也比较爱地球 那冷气26度的环境再加上循环上或电风扇 就可以在睡眠的时候感受到量感床垫带来的凉爽透气感 业者也强调目前一般建议的室内冷气温度维持在26度 如果选对床垫加上循环扇电风扇 那么冷气温度可以再调升 而每调高一度就可节省空调电力6% 既有好的睡眠又能省钱 记者周真宇 徐凯军 采访报报道